Hello大家好,我是雪露,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看过奥特剧的小伙伴就知道 通常奥特曼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都不能超过三分钟 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分钟,但每一次都是剧情的高潮 不过下面这几个奥特曼就比较特殊了 他们全都打破了三分钟设定 有因为甚至想在地球待多久就待多久 1.银河奥特曼和维克特利奥特曼 银河居长版决战试用事的开头 银河和维克特利两位奥特战士就在山里大战怪兽艾塔尔加 雪露今天并不是要讲他们的打斗有多么精彩 而是这两个奥特曼的打怪时间 原本他们战斗的时候还是大中午 等他们战斗完已经晚上了 从中午到晚上的时间有多长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在三分钟内才完成的 所以银河奥特曼和维克特利奥特曼也是在地球上待了一整天的 2.盖亚奥特曼 虽然盖亚和其他奥特曼一样有着奥特基石器 但他却完全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想在地球待多久就待多久 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人间体高山我梦 用大地受雨的红色之光变迅程的奥特战士 是一位诞生于地球的奥特曼 所以盖亚的能量起源于地球 只需要在地球上就可以补充能量 3.雷奥奥特曼 雷奥特曼被普莱瑟星人变小的情节 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吧 雪露要跟大家分析的是 雷奥被变小之后在地球上待的时间 雷奥变生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被缩小 然后到MSA总部路途遥远 我们还看到了奥特曼撑的小船 之后被奥特之王便搭再次战斗 这一连串的时间过去 一整天的时间应该是有的吧 4.赛文奥特曼 当年因为奥特曼的皮套和模型都很贵 远古又没钱 所以为了节约成本 就设置了三分钟限制 可谁知 出的奥特曼播出后非常受欢迎 远古也因此赚了一大笔钱 于是在拍第二部奥特曼赛文时 远古就想着干脆让他多露露脸 顺便把计时器 也就是赛文额头上的孔也去掉了 所以赛文也就没有了时间限制 但后来因为观众不买账 远古没办法了 才不得不给赛文强行加上了限制 好了 小朋友还知道 李小特曼没有三分钟限制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喜欢的话别忘了跟许我点个赞哦 想看更多奥特曼资讯关注 抢先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by索兰娅